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上网在西方社会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大陆最近却传出 有一个人因为上网而被拘留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的网络是局域网 如果想看到国外真实的新闻要翻墙 而一个大陆的福建公民向锦峰 因为他上国外的网站而被拘留了 国安认定的名称说是他扰乱公共秩序 但是向锦峰本人表示 他说遵照有关法条找不出任何违反的法律依据 那这个向锦峰是谁呢 向锦峰这个人他长期追求自由民主 并且热心的帮助和关注弱势群体维权 2018年的时候 向锦峰就因为关注公民维权 而被国保局请去喝茶 而今年的十一期间 向锦峰再次被拘留 就是因为中共十一到来 当地政府为了防止他在网上发表不同意见 有民众质疑 既然遵循公安的说法 说翻墙是扰乱公共秩序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五毛和小粉红们 翻墙到国外网站上 去攻击那些和中共异议的人士呢 他们是不是也存在着扰乱公共秩序呢 日前呢 香港歌手周国贤 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 自己做俯卧称运动的照片 并且写文说香港人加油 就引来了大陆五毛的蜂拥而至 留言说原来你是港独啊等等 周国贤就幽默地回应 说近来踢馆的请尊重一下人 先打好繁体字再来好不好 日前香港区议会正在准备选举 而中共的网军第八再度出征 以外号恶搞图片等方式 来攻击香港众志的秘书长 区议员参选人黄之锋 引发网友热讽 9月28号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宣布参选2019年区议会议员 7号下午呢 第八就连发三篇文章 来追击黄之锋 针对第八如此恶劣的手段 黄之锋表现得很大度 他向苹果日报表示 他提到中共网军的言论自由 说如果大陆人翻墙用真账号 来攻击他的脸书 他非常欢迎 第八对黄之锋的攻击引发关注 有很多网民在黄之锋的脸书上留言说 土共一贯作风 不要气馁 再接再厉 说志锋的EQ很高 加油 有人说 五毛越多 代表楼主的影响力越大 你要知道 你的影响力是很强大 多谢你这次出来参选 很多网民质疑 同样是翻墙 为什么会不一样的对待呢 同样的翻墙后 有人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 有人是为了打击民主自由 但关键是 大陆人为什么要翻墙 又为什么要建立这堵墙呢 好了 感谢收看今日焦点 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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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